我其實會覺得 面對這個過世伴侶的小孩 會有一個很奇妙的情感 因為我姑姑 她先生就是在很年輕的時候 她也是得肝病 然後過世 那在過世的時候 當時她還有一個遺父子 就是在肚子裡面 還有一個小孩 那當然還沒生出來 就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所以等那個小孩 遺父子生出來之後 發現跟先生長得一模一樣 有一天我 我那時候已經長大了 我姑姑就告訴我說 她說 她就懷念她以前的先生 對她有多好 然後她就跟我講一件事 我就嚇到 她就說 她那個小孩生出來之後 居然跟先生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她發現說 她好害怕這個小孩 她覺得 她看到這個小孩 就會想到先生 想到先生 她就會不是覺得 覺得還好有留一個小孩給我 她居然會想說 怎麼這麼可怕 這個先生她一看到 她就會有罪惡感 因為她以前沒對這個先生 有多麼的一個 是她先生對她很好 所以她告訴我 她好害怕這個小孩 是喔 然後她看到這個小孩 她就 反而我那個表哥 她對她特別兇 然後因為她害怕他 所以她對她一直都用 一直罵她 一直罵她 其實她後來告訴我說 其實她很害怕她這個表 她這個兒子 她看到她就想到先生 想到先生 她的那種恐懼之情是跑出來 那我跟大家講 她沒有在嫁 但是她怕小孩 對 她沒有 她沒有在嫁 但是她跟這小孩的關係 極度 極度 極度都不好 然後完全沒有辦法 跟這小孩接觸 跟沒有辦法跟這小孩 建立很好的關係 所以我表哥跟我姑姑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疏離的 那我後來自己做心理諮商 我發現有一種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自己的小孩跟我不像 要高興 沒有辦法 沒有 沒有 那個是姨父子 她過世了 她算隔壁老王呢 她過世了 那個心理狀態真的會不一樣 那我後來發現說 很多那個伴侶過世以後 出來的 我們剛剛都說是哀傷 失落的感覺 可是我遇過有一種類型 剛好相反 恐懼 她會極度害怕 她會跟我 她會來做指示 她會說她覺得好害怕 她每天晚上在 因為又同一個床 所以她會很想搬家 因為她覺得她好恐懼 她好害怕 她覺得好怕她回來找我 我不要她回來找我 對 那應該有一個 感情不好的因素 就是因為我 我越父越母 好啦 我們如果要講說 用感情不好 這四個字來定義 也許是太 太直接了 應該講說 老夫老师到最後 你說不鬥嘴的 那個很難 一定會鬥嘴 那你再怎麼鬥嘴 還是這也是你的 公子 你的母子 這個人如果突然有一天不在了 像我跟我太太很常講 他如果飛出去好多天 我老婆說我飛出去很多天 你應該很開心 我說有時候沒有人念 也怪怪的 他說你就是犯見 你就是要人家念你才開心 這樣 所以我岳父先走 然後在我岳父走的一年半當中 我岳母講過好多次 說你爸爸有回來 我會怕 我說爸爸你要走什麼 沒有 我就看過阿飄 因為我們那個岳父 岳母家是四樓 五樓的 就是頂樓加蓋 那公媽聽是在五樓 那我岳母要上去拜拜的時候 他 因為早晚都要拜 他說他傍晚要去拜的時候 他說他走在樓梯就聞到我岳父抽煙的煙味 因為我岳父抽煙影很重 他說我憑到你爸爸的粉味 我說來 如果我去五樓拜拜的時候 他擦香嘛 那他擦香他就要拜 就要講誰誰誰 講名字嘛 講到我岳父的名字的時候 那個點那個香突然火冒起來這樣子 我說發樓 我岳母說 也不是發樓 就是那整支香 火都噴不發 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 比方說他晚上起來上廁所 也都覺得有人在看著他這樣子 那我就跟我岳母講說 那是 你的害怕是因為你沒有看過 還是你怕爸爸會來對你怎樣 創笛 對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那一年半當中 一直就是會跟我們反映 你爸都沒有走這樣子 對 那當然就是說 也許是一個就是生前的時候很常吵架 但是他生後 他就老伴走了嘛 以前我岳母還可以使喚我岳父 那個燈壞掉 修理一下 遞託一下 現在沒有人可以使喚 他就可能自己內心其實也是失落 那他或許要用這種方式來告訴自己說 其實他存在 這我也講一個故事 對 你講到害怕 因為我以前去拍廣告的時候 那個廣告商就租了一個 人家還在住的房子 那因為廣告的空檔 在拍的空檔 我就有機會跟那個屋主 是個女士 跟他聊天 然後他就 他說最主要是收入 靠這種拍廣告可以有一點那個 租場地的錢 對 我說你們公子 他說他先生走了 我說怎麼走他說 因為他先生要去 就是他有那個外面有女人 然後他要出去的時候硬要出去 然後他就拉他 結果他硬要走 硬要走 結果我那一天出車禍 那出車禍呢 他就說 怕死了 因為他有回來找我 他說他怎麼回來 他說白天喔 睡他在睡 要睡午覺 還沒有睡著 眼睛得緊緊 他看他們先生穿平衡時的 那種地殼 跟那種上衣 就是在 腳離地是不是 對 腳離地 浮在 他就眼睜睜的看他進來 他不能動 對 他不能動 然後他眼睜看他進來之後 他因為他撤睡 對 他說他竟然 躺在他旁邊 躺在我旁邊 他竟然也撤睡 然後他臉朝著他的後腦勺 這個姿勢 讚喔 很有感覺 很有感覺 後面抱 對 他沒有抱他 然後他就跟他說 那個那老公跟他講話 老公跟他說 老公跟他說 就是你要原諒我 他才有辦法投胎 因為他是出去找女人 他才能投胎 我說你怎麼說 他說我原諒 我原諒你 我原諒你 你說 你有問他說 他說我原諒你 對 然後他說 他一講說他原諒他以後就順 就跑走了 瞬間就不見了 然後就再也沒有 再也沒有 瞬間就不見了 所以他說 他老公回來他還是怕死了 對啊 但是我岳母沒有說 我岳父有沒有跟他講什麼 當然我岳母後來也走了 對 對啊 那有很多東西是你很難不相信的 這麼說 很療癒 這麼說 就是只是要取得一個諒解 原諒 然後那個前面的恐怖鬼故事 後面馬上就變得療癒 就變得很溫馨 很療癒 原諒就是要一個原諒 他也放下了 對啊 不然他一天到晚來找他 他也不是辦法 他能不放下 其實他是害怕 一定的 老公 他說其實我來的時候 房間是冷的 那真的也是會害怕 對 再怎麼恩愛不會怕嗎 今天已經講了三個 好可怕 那萬一有一天 我也是在睡覺 然後突然間有 我平安 鈴鈴 然後有一個耳朵 然後那個 原諒你老公還在 那個人跟我講說 你可以原諒我嗎 那你說你老公還在 我哪有宰我不跟您的 那你要怎麼樣嗎 我跟你講 我死都沒有 他天天來抱你 傻了你 不然我現在倒數要脆脆脆 真的喔 你要脆脆脆 即便這樣 我跟你講 沒有經歷過別人 你這個恨不能一輩子 沒有經歷過人家的苦難 沒有資格叫人家放下 真的啦 我老實講啦 你都這麼久了 還沒有消去 沒有 我是覺得真的很難 尊重他 對 我的青春耶 我的年華耶 我的鈔票耶 我的小孩耶 你就要想他給你一個 他給你一個這麼棒的女人 如果你還跟他在一起 好不好你今天就不是 今天的旅行碗啊 那你這樣講 那我如果不跟他在一起 可能我今天蔡英文啊 你說的 對 那你太貪心了好不好 沒有 我覺得有時候是 你現在是蔡依林 你剛剛給我看 你剛剛給我看你拍的MV 那梁家那個家庭主婦 那麼好的溫柔點約的 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我拍那個MV 就跟蔡依德 我就是去客串 然後就當MV的魯豬腳 然後呢 其實大家都想說 你在MV裡面好 我娘說起來 很憲慧 很溫柔 我跟你說 我這邊我心裡會覺得說 一直沒有辦法放下的原因是 我以前就這樣 不准消 以前 我從以前真的 個性很單純 很溫柔 說的小小是什麼 都是環境所必 就變成 你講得很好 麥哥講得很好 妳說妳在結婚的時候 我那時候一開始 對 我從小到 溫柔婉約 非常害羞 我說 很無聊 我就講真的 就是說這種溫柔單純 很害羞 都這樣 一步一 就是說人家講 對 結果 百一百順 對 然後遇到這種 這種 這種 沒說了 整個人身 整個人身反轉 所以這個其實要對我來講 影響很大 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所以這個真的要尊重 不可以叫妳要放下 不可以叫妳要放下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